Hello 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上一集我讲到我们当初去做电脑公司的业务开发工作 然后后来我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利用收集客户的电子邮件 然后给他们一点好处 让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对他们是有价值的,是有帮助的 有这个听众跟我说 原来我那么早之前,2002年那时候就知道怎么去经营个人品牌 然后怎么样去做网络行销 其实我听了觉得是有点好笑啊 就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品牌 什么叫经营个人品牌 我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但是后来呢,个人品牌这个名词啊 在这几年啊,因为自媒体非常蓬勃发展的关系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非常重视经营个人品牌 你看包含以前这个Steve Jobs 贾博斯他虽然是创办一个很大的苹果公司 他的每一场苹果发表会 他就是一个受到瞩目的焦点嘛 是不是 所以他的个人品牌非常非常的强烈 可能贾博斯比较特别吧 他这个人本来就非常有故事性 那我们一般个人呢 其实企业的经营 企业品牌跟个人经营 个人品牌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简单 当然是个人品牌比较简单嘛 因为个人品牌跟别人完全与众不同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重复的 可是两家企业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的产品功能性有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企业在竞争的时候 这个企业本身的品牌 它是比较不容易去做出 突出化跟别人不一样 与众不同 但是你要经营个人品牌的话 它相对简单 因为上天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色 人格特质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区隔自己跟别人的与众不同 是比较容易一点的 可是我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后来现在想一想 对耶 今天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在网上搜寻一些关键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是不是常常会 在某些部落格里面 依照我自己的习惯 我看完这个部落格 得到我要的资料之后 这个网站我就不去理他了 我以后会不会再回到这个网站来 也不一定 除非我下次再次搜寻 又找到他的网站 我才回来 再来就是 你看完这个网站 这个部落格之后 你会想了解这个部落格的主人是谁吗 你会想知道站长是谁吗 大部分的状况下是不会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讲说 你要经营好个人品牌的话 你就是要把部落格写好 然后里面的资料非常充分 提供给网路上很多人价值 知道你的网站对他非常有帮助 好 但是除了这点之外 你觉得够吗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一般人我们的习惯 在网上搜寻完毕之后 你就离开这个网站了 你根本就不会去了解这个网站的经营者 他的站长是谁 对吧 所以如果你光是经营一个很棒的网站 提供很棒的价值 但是没有让消费者知道你是谁 没有让访客了解你是谁的话 那你的个人品牌等于是 根本就没有在经营你的个人品牌 依照我以前的那种方法 我跟一般的这种提供价值的部落格 或提供价值的电子邮件 最大不同在于哪里 其实就是在于我在每一篇文章的下面 每一封电子邮件下面 我都放一个第一个人的头像 第二我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有头像他才会认识我嘛 那头像里面我会写我的姓名嘛 然后我会提供我的服务的项目是什么东西 他才会知道有需要的时候要找我嘛 对不对 而且要指名找我嘛 那相对的哦 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做SEO 就是你部落格希望让人家搜寻到 你拼命的去写很多很好的文章 然后被找到了 但是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找到之后利用完了 人就走掉了 那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你一定会发现有些部落格是这样做的 他在文章的最下面都会有一个作者介绍 然后有他的照片 然后作者本身是从事什么工作 然后专场是什么 然后提供什么服务 就好像我以前写email的格式一样 所以每一篇部落格文章的最下方 都会有一个他的站长介绍 那有兴趣的人会点这个站长介绍进去看 看这个站长他的经历 你会发现现在大部分的部落格 很少人做这一段 大部分都只有文章 写的很棒写的很棒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经营个人品牌的话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但是在人家已经认识你之后呢 就代表你已经建立了个人品牌了吗 你觉得这样够吗 其实不够 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Sony是一个很大的品牌 但是你是不是也能够常常看到Sony这个品牌 在电视广告上 或者在各大媒体的广告上 常常会曝光 常常会看到 当然现在他的产品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你到处都可以看到Sony Sony相机 Sony的手机 Sony的很多产品等等 所以个人品牌也一样 如果你没有办法常常去曝光提供价值的话 让他知道你这个人 那他可能很快就忘记你了 但是在提供价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价值本身 而是你能不能跟对方产生一种心灵的交流 因为心灵的交流才是一种情感的联系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陌生人 然后跟他交话名片 跟他聊过天之后 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是你的第一印象 但是之后呢 你们有没有后续的交流 后续的往来 在每一次的往来过程当中呢 他是不是又能够持续给你一些很不错的印象 那你对这个人才会慢慢产生好感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喜欢一直到现在 我还会去收集这个访客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LINE的账号 我们定期发一些资讯给他 除了提供价值之外呢 我觉得最棒的是Email这个交流工具啊 因为你可以跟他一对一 而且可以写很多文字让他看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写情书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网记网路 没有电子邮件的年代 我们都是手写 写信 在写信的当下呢 你会思考很多 然后把它写下来 当你把这封信寄出去到对方手上的时候啊 你自己想一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收到别人的信 即便是现在的电子邮件 如果是一封你喜欢的人寄给你的信 你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 你会不会只阅读一次 通常不会哦 我的习惯是我会反复的看 如果这个人我对他有点好感的话 其实我会反复的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反复的去聊一样的事情吗 所以其实写信这件事情啊 他真的能够增进情感的交流 远胜过其他工具 而行销的本质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别人做情感的交流 让别人慢慢的认识你之后 还慢慢的喜欢你 这个就好像偶像明星 面对他的粉丝是一样的道理 这些粉丝为什么会喜欢这些偶像 但是这些偶像 其实是不认识这么多粉丝的嘛 那既然只是单方面的付出 为什么这些粉丝 还是对这个偶像这么的死忠呢 因为偶像他就是创造了他个人品牌的魅力嘛 好今天时间比较短 我简单的把听众对我的回复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下一集呢 我们再开始来聊聊 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怎么去找产品 然后渐渐做到现在 全部靠网络销售线上课程 来养足我们全家大小的故事 最后呢来工商服务一下 我是刘奶爸 因为明年呢 我的儿子就要高中毕业了 我希望送他一个毕业礼物 就是网络创业的线上课程 我跟他说 我希望你在高中毕业后 可以学会自己去架设网站 并且呢利用网络行销 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这个课程内容呢 我会使用全球最多人使用的架站工具 我Place来架设网站 里面呢你可以学习到 如何去制作一页式的销售页 如何去制作名单的收集页 如何去使用电子邮件的行销 社群的行销 还有制作线上课程的平台 还有线上购物的平台 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我觉得呢 网络创业这个工具是现代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技能 不论他在大学是学习什么样的科系 我都一定要先让他学习网络行销的技能 因为呢这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知识 将来啊不管他想要做什么工作啊 如果要求职找工作 我相信啊 他们的老板一定也会需要这样子的人才 那如果他要自己创业的话呢 那当然自己跟他学会这样的技能啊 所以呢我儿子是我的第一个学生 我会使出全力让这个课程呢 不断的迭代更新 那这个课程的名称呢 就是网络行销懒人包2.0 如果现在在收听或是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啊 你有兴趣的话一起加入学习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 网络行销懒人包2.0 或者是在影片或者是这个Podcast 这个音频档的下方说明栏位呢 点击连结来做深入的了解哦 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牛奶爸 希望你今天听到这个内容呢 有收获 如果有收获的话呢 也请你给我在Podcast的评论五颗星好吗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呢 请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谢谢您 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